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不锈钢锅烧焦变黑 别急着用钢丝球刷 先实时这样做 旧锅焕然一新 家家都有不锈钢锅 主要是因为轻便不生锈 而且功能齐全 家里蒸煮方便快捷 所以不锈钢锅在厨房里使用的还是比较普遍的 由于其耐用安全的特性而备受人们喜爱 但是时间久了就会发现 锅边、锅底被烧焦变黑 作为爱干净的居家主妇 当然是要想办法清洁干净了 多数人都会使用洗洁精加钢丝球清洁 这是一种相对简单的方法 去除效果也还可以 但是使用起来会比较费力 那还有什么办法能使不锈钢锅能焕然一新呢 今天跟你分享一个简单的方法 只是几分钟让它光潜如新 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吧 锅先放在一边 我们来准备一点清洁液 蚊香已到夏天家里都会使用 因为那些小蚊虫真的是太烦人了 被叮咬会红肿不说 还痛痒难忍 这时蚊香就可以从根源上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说了这么多 那么大家有没有注意过燃尽的蚊香灰呢 在我们眼中蚊香灰就是粉末状的 但其实放到显微镜下可以看出 蚊香灰是呈现颗粒状的 它有着比较强的摩擦力 在摩擦锅底时可以起到清洁的作用 我们把它放入一个小碗里边 然后加入一两勺的食盐 跟着我们准备一些食用小苏打 小苏打是老朋友了 每次清洁都离不开它 然后我们再加入半碗的白醋 这时它们之间会产生反应 发生巨大的变化 会有很多的气泡 甚至会有刺鼻的味道 这些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所以不要惊慌 慢慢的反应会逐渐减少 这时我们搅拌搅拌 就可以把它当作清洁液来使用了 只要把液体涂抹在有黑垢的地方 觉得黑垢比较厚的地方就多刷一点 为了更好的做一个对比 所以这里我先涂了一半 之后放置30分钟 如果黑垢比较多 那么可以延长放置的时间 让液体可以充分的溶解污垢 时间到我们就用白结布 或者是用钢丝球来刷洗了 在擦拭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 去除污渍是非常好 这是因为制止的液体具有很强的清洁力 并且可以增加摩擦 每擦几下呢就可以看到 上面的污垢已经掉了 而且不用一滴水 也可以将这个不锈钢材质焕然一新 我们把纹香灰放在上面擦拭 能够起到一定的打磨作用 这样我们擦拭过的表面就会光亮如新了 或许平时家里不锈钢发黑 大家都会用白醋小火煮一会儿 就会发现锅上的黑色层很快就会脱落了 这是因为醋酸和氧化铁之间存在反应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特性来处理锅底生锈冰黑的问题哦 而小苏打是具有一定的清洁能力的 并且可以溶解油污 让我们可以轻松的擦掉附走在锅上的油渍 将它们夹在一起强强连合 清洁是非常有用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清洁的效果怎么样 用水冲掉过后 擦过和没擦过的地方就有了鲜明的对比了 用这个方法来清洁 效果确实非常的不错 接下来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将另外一半也刷洗干净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关注都是我前见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再用清水冲洗干净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焕然一新非常光亮 用这个方法清理无垢 不费劲还非常的干净 根本不需要大家再花额外的钱 去买清洁用品了 它就能够帮助大家清理生活当中 一些比较难清楚的污渍 无论是不锈钢锅 还是家里的瓷砖 都可以用这个炙制的液体来清洁 不管是黄字还是污垢 全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清洗完后立马就焕然一新了 是不是很棒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已经分享完了 觉得有用的朋友 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 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点击我的视频头像 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 每天也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乐乐妈 我们下个视频见